申報室 莫西京國中 又團出這個省沉海的案件 說在今年五月 又有兩個 就像國中一年 這個狸狗班的女兒在便所 裡面發生一些性行為 因為什麼都未成人 現在已經來進入 思法調查改單 不過還不是這間學校三年裡面 連續發生四間省抽文 這盤天台 讓學校 這個外界的志祭 這間學校的管理是不是出了 什麼問題呢 這間圍在新北市的國中 連續發生幾個省抽文 三年前麥博華的雜佛特殊 探中島學校的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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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年又發生跆拳道的雜佛老師 和學校 國三的雜佛同學 發生不倫人 這名雜佛老師頂個月 又給我看破片兩年 這間還有一名台科的 提供老師和國中 年齡的雜佛學生發生新關係 在今年五月初五 又發生兩名 親一個的狸狗班的雜佛同學 在雜佛本所中發生性行為 我們調查這兩個男生 就到廁所裡面去 那就是在女性我問你之下 他們有這樣的行為發生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這是因為對性的好奇 所產生的結果 好到今天 並不是親情媒體所說的 是保護悔悔悔 要動耳以身體來接受 動畫也表示 將對這個案件 好好有在第一時間來通報 也作成性平衛完會 經過了解 確實不是百人的事件 將對學校三年來 就發生事件性求問 跟他表示 每一個事件都是個案 學長也不讓計個出婚 發生過三起的部分 其實在學校 校長的部分 我們就是已經有召開考核會 針對校長行政督導步驟部分 既過一次的處分了 那針對五月五號這起事件部分 其實學校在處理上 應該都還符合相關規定 這個學校的校長標是 因為身體因素一定在三月份 拿出退休的生懲 會在七月份退休 新八次教育局共町 新的行政團隊會在八月份 來教學 教育局也派人來加強 效忍的福德 希望可以中心來製作 學校的風氣 即將在三 ear 學校的學校一樣 還不在和 聽男同學 學校的 contrib讓